生活懒人包要提醒大家 天气冷不少人会开暖气 但台电要提醒大家 变频暖气使用时有一个关键动作要注意 就是你暖气的风向 因为热空气是往上跑 所以你的暖气要往下吹 才可以达到室内热气的循环 而如果风口朝上 可能就会导致热空气堆积在天花板 反而是更耗电 还会影响到暖房的效果 另外还有网友分享 利用气泡纸也可以提高房间内的温度 带您一块来看 奏匠不少人回到家 第一件事就是开暖气 但吹暖气有一个动作要注意 关键就在风向 台电提醒民众吹暖气要留意 风口必须朝下 若风口朝上是错误的 效果不佳 因为热空气会往上跑 暖气风向朝下 才能使热气上升循环 让室内空气分布均匀 但若暖气风向朝上 热气又上升 恐会通通堆积在天花板 也会让空调误判室内已升温 停止送热风 影响暖房效果 就是尽量不要让热空气 在那个天花板上面 最好是让它能够下来 暖房的效果会是最好 尽量的维持开在22到24度 这样子它那个 省力的效果会比较好 另外也有网友分享 这个秘密武器能预含 包装常见的气泡纸 竟能废物利用达到保暖效果 网友分享使用方法 先将气泡纸 比较平的那一面 喷水之后 就能顺利粘贴在窗户上 最后用胶带粘住气泡纸边缘 韩国研究这方法 可以让家里温度提高5度 气泡纸呢 里面有大量的气体分子 那气体分子 它的距离相当的远 所以它是那个热的不良导体 温度过高或过低 都不容易借由它传导 达到那个保温或是隔冷的效果 近期天气变化大 掌握这些小paypal 就有机会保持家中温暖舒适 记转身许中民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